喂 你好 老师 那个我看你给我手机发短信 说能预测世界杯输赢 真的假的啊 你好你好 那个啥 你看短信的是吧 对 我这个不是预测 我告诉你啊 预测那都是假的 我是有官方密报的啊 哎呦 哥 你有密报 那你是特务啊 我是特务 我就是在俄罗斯 明白吧 我家里就有人 世界杯工作人员 所以所有情报人们得 世界杯赢啥的啊 哎 那我现场 那我也有人帮我传消息过来 视频啥呢 谁呀 CCTV5 滚毒的吧 我说的是啥 根据现场球员分析情况 明白不啊 不太明白啊 你就比方说 俄罗斯昨天对沙特 昨天T5比0是不是啊 对 这都是我比赛开始前 就基本知道了 你工作人员给沙特 发了下药了啊 你们 不是 就是根据赛场情况 做出分析 那能不能给我分一分一 今天咋个事啊 葡萄牙对西班牙啥呢 那我能跟你随便分析吗 你交钱我告诉你比赛结果 没有吗 那我知道比赛结果有啥用啊 我发朋友圈没人看 咋个事呢 我就三个好友 完我还得给我爸屏蔽了 他要知道我熬夜看球 完又得骂我 别磨变了啊 谁要你擦朋友圈呢 你不会找平台赌球压住啊 你压一百就变五百名了啊 那你说这有道理啊 大师 那我要输了咋整啊 我赌球 我赢了还行 我输了 我咋办呢 我怎么活的啊 我告诉你 我这都一手消息 不可能让你输五名了啊 那你有消息 那你这有消息 你自己咋不赌呢 你赌你不赚更多吗 你啊 那你到底谁啊 那个工作人员啊 那你亲外生 是不能骗你 我就怕你骗我 我也不是你老舅 对不对 你别废话了 行不行 你到底信不信 信就赶紧打钱 不信就拉倒啊 我这忙着呢 哎那你要是能和你外甥 断绝父子关系的话 是不是就能买了 不是啊 和你老 你是他老舅是吧 你有病啊 不是啊 我就问问 是不是就可以 喂 喂 喂 对不起大师 那个我刚才 我跟你开玩笑呢 我买行不行 我花钱 你想预测 就赶紧打钱 别跟我废话啊 不是那预测 那得打多少钱呢 这么的 输赢三百 总比分八百 那你这也太贵了 大师 这还贵啊 我不告诉你 去赌球了吗 你赌球能赢多少钱 你知道吧 我知道 能赢十块钱 我跟我对象赌的 刚才 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 脑子有泡啊 咋的了 你对象赌什么玩意呢 我让你去赌球里面 不问 平台上赌球 不是那赌球犯法 你在这说了 我万一输了 打扔啊 我告诉你 你输不输了 你听不懂啊 我这杯有人 你这杯有神 那行 那你是也没有人呢 我问几个有问题 你告诉我 我就相信你有人 行不行 我就马上 我给你打钱 你问啥呀 我就问一下了 那个葡萄牙前锋 安德烈 歇尔瓦 最近状态怎么样 他今天比赛呀 我跟你讲 他状态非常不错 他们教练 一直在给他们开会 那他们教练开会 你咋知道呢 你外甥是教练的 哎呀 你这你就别管了 行 不管 那塞罗咋整啊 塞罗怎么样呢 今天 那行呢 后卫亚籍球员 腾村怎么样是呢 他呀 他没问题 他也就是这样 水土不服 整整就好了 是 他是水土不服 他就服你吹牛逼 谁吹牛逼了 你骂你呢 我他妈就骂你 球员你都不认权 你跟我吹鸡毛 牛逼说你有内部消息 腾米村服不服 我用你说还随毒啊 腾米村是我大爷 我大爷要进葡萄牙 低球 我他妈又问你 谁输谁赢啊 你你去你 去你妈 你妈你妈 我爱你 我还有树的原子 下带有红的玉 世界杯的球 此时此刻的你 再见 点个赞再走吧